好,來,我聽到 我聽到 我聽到,我聽到 我去台灣攤一條路 去台灣 很多去台灣 全部去台灣 我的祖先呢 是在這個 清康熙的時候呢 從大陸 福建的張州移民過來 後來 沒辛苦啦 有人叫我開單啦 當狗狗啊 沒有他就這樣起家 我們主張來台灣 只有那個女的 帶那個孩子來 我們這個最高那一個 就是女的 事實上 有很多唐三媽 是有跟過來的 照彎縣呢 一個叫做李慈琴 帶領他的三個S 從渡海到台灣去 在那邊開發 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家族 開了很多土地 這個山 這個山就是他們 五十八出來開墳 後來人家說 就像中溫 有四十九月中 我們有五月 所以說 在這張廟 有五十人說 要做紀念會拜 也許 面對這樣的目的 好人才能感悟到那句 六四三六億回頭的悲創寒義 那我們來台族 他這個兄弟 一共有七位 七個兄弟裡邊 只有原能工 能夠成功下來 所以在從原鄉到新故鄉 打拼呢 事實上是非常的艱苦 要形成一個家庭 到一個家族 到一個宗族 那是更不容易 到清朝台灣末期 閩月兩省的移民及後裔 約達二百五十萬 佔當時台灣總人口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過台灣 使他們改變了自身 以及後代子孫的祕譽 台灣也成為他們生息繁衍 世代相守的新故鄉 任何人 雇南 雇南 雇南